我也是好起来了 我刚发现我跟乌拉拉打卡了同一家野生菌 迫不及待的发出来给你们看 这是什么菌啊 我介绍野生菌 野生菌盖饭 我们今天又来吃菌子啦 然后我们现在在普尔的大寨 大寨的话据说是普尔人吃菌子的秘密基地 就这边一整个寨子里面有好多家农家乐 然后到了菌子记专门做菌子 然后每家据说都很好吃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就停满车了 全部都坐满了 我天哪 怎么说呀这 还有位置吗 哦在这点菜是不是 这就是厨房 有位置吗老板娘 大家等我一下 好三位 手写了一个青头菌 你也没有炒蛋卖吗 炒的不怎么好吃 我们这边那个 好好好 我介意点 好好好 那我们不点啊 这家菜单上都没有写价格 大家可以猜在这都在花了多少钱 这边这菌都切好了 哇那个就是剑手青 已经成这上了 出来菜之后上到这儿 然后上到桌子上去 上菜上菜了 我这个干巴菌炒饭 来了来了来了 头菌 这边是牛干菌和剑手青的一个拼盘 这个是喇叭菌 看怎么黑乎乎的呀 镜头看一样 好黑呀 尝一尝尝一尝 终于可以吃了 等了得有40分钟 真的脆脆的 我感觉这个菌的真的比肉好吃 把这个菌混在一起的野生菌盖散了 蒸起一会儿就焖了 我还是最喜欢剑手青 我感觉剑手青真的是好吃 这个是油炸肉 感觉像腊肉 它们家菜都不太热 太不热了 一般吧 一般 真是一般 菌子比肉好吃多了 大家来这儿还是吃菌子 它那个油炸的肉 它那个外皮是糯糯的 焦焦糯糯的 我们吃了两块好热 喇叭菌估计是我们今天唯一的热菜 像干沫 吃吧 我还挺挺吃这个的 像茶树菇 干的茶树菇和干干的木耳 这挺有嚼劲的 原来不是柴 就是有嚼劲 这我还是喜欢吃的 第一名还是剑手青 第二名喇叭菌 喇叭菌在口感稍微有点耿揪的那种菌子里头 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炒菜就是那种 其实它没有太多的调料 就是那种蒜和青椒 是爆它那个香味 他们家炒的也不咸 但是也很下饭 谁看这一碗 野生菌盖饭不迷糊 我好喜欢吃这个喇叭菌 你家喇叭菌 喇叭菌 你不管不顾的看 快还是表白 那家生意好的 大家已经不用跟着来了 太多的人 然后比菌菜都有点凉了 我觉得我在口尔吃这两家菌子都挺好吃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 就是 所以得去找 最火的 我觉得应该是平均水平都很高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吃菌的 如果是在云南人的话 可能会有差别 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说的话 都特别好吃 我觉得这种菌子的香味很难形容 就是真的挺好吃的 然后酱油鲜的口感就特别的爽滑脆汤 然后这个喇叭菌 你别看它黑乎乎的 但它就是耿啾啾的 因为它也不是耿啾啾 有点像干豆瓶 然后还我觉得挺香的 最后一碗 我吃三碗了 大家来这种农家乐 就别期待我什么服务了 真巨忙 能把菜给你端上桌就不容易了 果然野生菌比肉好吃 肉剩下了 别的都能干掉 吃饱了吃饱了 香香三个人花了349 然后这个干八菌炒饭价格 有点刺客到我们了 然后80块钱一盆 真的有点贵了 但别的价格都还挺正常的 我们之前吃的那个是 是20块钱一味 然后还给我们打了个折兽 算40块钱 也是这么振大分量 虽然我知道干八菌很贵 但是这个有点贵了 然后在他们家的孤能双篇 这个还挺好的 我觉得是个加分 大家